盘点江夜世界中的十大绝技 第五名 天下西神旨 道门之首贯正贯绝技 知其雄 守其词为天下西 知其黑 守其白为天下士 天下西神旨 士为之首 贯主 陈皮皮 中年道人和李漫漫等人都使用过这门绝技 不同的是 陈某是以道门好天意操控天下西神旨 陈皮皮则以书院不弃义操控天下西神旨 陈皮皮曾用天下西神旨配合书院不弃义 一招重创之命以下无敌的王锦略 第四名 大河剑 南京剑阁剑圣柳白所悟出来的剑意 柳白初时便剑到一条滔滔大河 故而被修行界认为是绝世天才 其后他在大河畔悟出自已的剑道 所以他的剑法被称为大河剑 大河剑意讲究一往无前 浩浩荡荡 当者屁密 清霞之战柳白初剑 一条大河便随即出现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把剑 原文说 人间的修行者们 没有谁能抵抗这条大河 因为黄河之水添上来 另外 柳白之所以敢号称 身前一尺无敌 也是这门功法 柳白曾提出 纵剑万里不及身前一尺 他的身前一尺 即便是贯主和讲经手作 也不敢进 柳白一生借剑三次 结果每一次都让修行界 发生巨大震动 而他后来与人间之剑 人间合一对抗浩天的时间法则 并且成功进入浩天的身前一尺 第三名 饕铁大法 原是世间已经失传了的秘法 后来被连生大师领悟出来 和灰谋一样 能够吸收别人的修为 但不同的是 饕铁还能直接吞噬对方血肉 比灰谋更为高级 连生曾被小师叔 混于魔宗山门施山古海 宁缺入魔宗山门后 连生大师以这门绝技 打算吞噬叶红鱼 后来被宁缺舍命打断 这门绝技被宁缺传承 烂科四肢战前 宁缺就是用饕铁大法 吸了龙庆的修为 顺利踏入知命境界 缺的饕铁大法 都曾埋经线于身体之内 可见这门绝技的恐怖之处 第二名 浩燃气 书院小师叔 柯浩然自创的功法 是浩燃剑的进阶版 修炼这门功法 需要收天地元气入体 这一点有些类似于魔宗功法 浩燃气异常强悍 不论是攻击 还是身法速度 或者对于防御 都有极大的属性加成 连生大师曾说过 柯浩然一辈子 只练一种浩燃剑 但他却能做到 一剑通万法 既能用浩燃气 模拟成浩天神灰 也能以此演化出 繁龙大阵 小师叔 凭借此功法 单剑灭魔宗 求连生 击败过西陵长教 和织守观灌主陈某 创下无数辉煌 五十岁左右时 已经可以拔剑问天 柯浩然的修行天赋 确实是万古无二 第一名 人自神符 明确写过很多神符 但如果说最厉害的 那毫无疑问 是人自神符 当年颜色与未光明 土山一战 颜色看到了一条 横跟天地的大幅 而这个神符 就是人自符 将夜大结局 灌主手持七卷天书 打算换天 明确通过浩天 感知到世间 亿万人民的意念 最后配合精神阵 写出了那道 前所未有的人自神符 而后一刀辟地 破开了浩天原本的世界 成就今日之地球 人自神符毫无疑问 是江夜历史上 人类所能达到的 最强绝技